是一盘未试 好朋友们 下面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评众人物交给我们前方的解说员 单打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 我们可以听到场外的球迷呢 是各有自己的拥护者 对 首先开球的是叶昭颖 刚才是一个叶昭颖在打高球的时候出现的失误 边线 在比赛之前我特意访问了一下叶昭颖 我问他在这个场地比赛是不是风对他会有影响 他当时跟我说的确在比赛中风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但是我问他能不能胜这场比赛呢 他也是相当谦虚 他说在这个比赛场上他认为老将似乎是占据上风 当然他指的老将就是王荣香 对应该来讲呢他从他这个口气上来说的是谦虚的一点 不过他在他昨天的这个战胜半决赛的时候采访他 他曾经说过是明天的这个比赛的战术是暂时保密 说明说他对这场比赛还是非常有信心 已经是在 对这场比赛他已经是想出一些这个怎样应付这个王荣香的办法 只是暂时保密 看看他今天是怎样表现 我们看叶赵颖还是压他的底线 好球这个球是直接杀在底线 对看到叶赵颖还是今天打的一开始是 还是比较慎重 突然一个放短我们看王荣香是打巧啊 对王荣香是利用自己这个往前这个高质量的挫球之后呢 这个使这个叶赵颖再回球半场 这个结果是一个中扣上网打一个小球 非常的巧妙 这个球明显的已经是出界了 对看到叶赵颖是现在是处在这个利分的位置 所以说他在进攻上也是方不满 王荣香呢 似乎是开始就有一点这个跟他的往前的这个打法有所不同 是进攻多了一些 也可能是因为风向的问题 好现在场上呢双方是各得一分 叶赵颖呢是从14岁呢就加入了中国国家队 到现在他已经是在国家队是待了十个年头 在这十年来说呢 他可以说是为中国羽毛球运动呢是付出了很多的贡献 他目前的目标他自己说呢 是要放在这个曼谷的亚运会上 他争取呢要在亚运会上是打出自己的水准 第二个呢就是看2000年的 也就是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 对对球员来讲呢是非常的有援大的这个目标 叶赵颖和王荣香两位选手呢都是打得非常有耐心 而且是一直我们看是叶瑞勇是经常压底线 对可以这么讲是王荣香呢 现在呢还是在没有机会的时候呢 还是以拉底线为主 好机会 但是我们看王荣香的防守还是非常稳固 王荣香看来在第一局的比赛呢 应该说是与叶昭颖双方应该说是前后调动的两个人打的都是相当淋漠的 对 太可惜了 不过似乎好像叶昭颖在开局之后的这个风向的掌握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所以赛前呢他自己也是担心这一点 所以这场比赛呢对他来说呢他还是要集中精力 刚才这一次呢又出现了失误 像这种球的失误呢除了这个成立有关系之外呢 比较多的是风向的掌握并不容易 好 现在叶昭颖又夺回了发球群 王荣香仍然是非常稳定 好 明显的是已经出界了 刚才叶昭颖这个球的判断还是比较爽 对 应该来讲呢这个球是有点侧风 正好是本来就出界一点这个风吹下了应该是出界已经很多了 王荣香是在四分第一决赛的时候呢 当时是与张宁中心 张宁呢也是打得难解难分 还是在第一局9比11落后的情况下是以两个11比5 是战胜了张宁呢是进入了半决赛 而叶昭颖呢是在四分第一决赛上呢是战胜了同胞曾亚琼 11比5 11比6进入半决赛 应该说叶昭颖在前两场比赛先是对曾亚琼 接着呢又是公志超 应该说都是自己的同伴 所以说压力方面好像并不是很大 对 看来叶昭颖在刚才几拍的这个连续压底线的过程中呢是自己出现了一些失误 现在在第一局我们看王荣香呢还是慢慢的处于领先位置又达到了三分 王荣香这个球是接着叶昭颖在批球的时候呢是想勾个对角 不过是没有能够处理好 看到这个叶昭颖现在虽然说是自己输 不过也能够明白自己在站住上或者在处理球上呢不应该操之过急 张天武你看看在这两名队员你可以讲讲他们这个整个的技术特点是什么 对从这个两个人的技术特点来讲是非常明显的是一个是进攻型的球员 另外一位的就是王荣香他是完全属于这种防守型的球员 那么两个人的这个技术呢是看谁能够发飞的好 比如说是叶昭颖他的进攻如果能够发飞的好的话呢那么王荣香救起来也是相当困难 不过呢如果叶昭颖他的技术呢在发飞上呢如果经常出现自己这种无谓的失误呢那当然呢对王荣香来讲呢就比较有利 所以说很大的一个程度上呢就是看叶昭颖自己的发飞 因为叶昭颖他是处在这个主动的位置上 不过从以往的比赛的来看的叶昭颖对待王荣香的这个比赛过程中呢 比较多的是这个叶昭颖在进攻的过程中呢就攻了之后呢 但是这个一旦攻不死的时候呢就是容易造成这种压力 而且对这个进攻会要求越来越高 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反而的最终的大部分里 很多我们比赛中可以看出大部分最终呢输都输在这个叶昭颖自己主动的失误上 所以说大家都觉得很可惜叶昭颖为什么每次都输给这个王荣香 不过从王荣香这位棋人他的这个技术特点来看呢 他的的确又很具备这种繁琐的这个能力 可以这么讲普通的球对他来讲呢是不会造成威胁 那么你的球要必要必须要很尖锐 那么很尖锐的话你这种所冒的风险也就增加 比如说可以这么讲两位球员在对打的比赛过程中 就可以看出五的时候 那么两个球打的的确是非常的漂亮 比赛高远打的漂亮 王荣香接的也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说经常会把这个比赛推向最高潮的原因就在这里 好 我们看叶昭颖刚才这个球还是打得非常有耐心 先是压王荣香的两个死角之后呢 是突然一个斜线的短球 对对叶昭颖来讲呢 就是说首先要能够尽量克服这个一种心理障碍 不要认为是王荣香打不死 其次的王荣香这个他的这个防守能力虽然强 但是他也是可以打得死 而且另外他自己的本身也会有失误 所以说你就是要首先摆脱这种心理的障碍 好 在第一局现在双方是战成了5比5平 好球 现在也是叶昭颖没有拉对方两个底线 而且批杀两边之后的王荣香 现在自己也是出现了两只失误 刚才我们看叶昭颖这个球是救得非常及时 忽然给一个小斜线再打死角 好球 这两个球就打得非常的漂亮 这个角度呢正好都打到这个死角上 可以这么讲看到王荣香他的这个救球能力还是非常的强 这个两个球都已经基本上是可以说救到了 不过出球的时候出现一些失误 好球叶昭颖刚才是捞起之后 但是我们看王荣香也是突然一个斜线 落点极佳 对 看到王荣香在往前的时候 刚才是一个假动作的推到底线 这个叶昭颖就了漂亮的一个球 不过他及时的一个突击对角 这个球看到王荣香是打得非常的及时 准备勾一个对角线 刚才是王荣香是没有过往 这样叶昭颖又夺回了发球权 好球占据主动了 哎呀 这个球啊 太可惜了 应该说这个球是能够拿到的 对 这个球呢 应该是有一点风给他吹出去 如果这个球按正常的情况下 应该的会是在界内 我们看刚才是叶昭颖的教练 接下来是王荣香的教练 两位教练呢 现在都在场边呢 是密切注视着比赛 好球 这个反拍勾小 对角应该说是勾得非常好 对 这个球是叶昭颖的 这个反拍的这个假动作掉球 这个球能够骗过这个王荣香 的确是这个技术是非常的远速 大家看一下这个慢镜头 反拍假动作的一个对角掉球 好球 看到叶昭颖 这个球是非常的尖 头顶区的一个直线掉球 王荣香已经是匹刹在接这个球 不过这个球是掉得非常漂亮 8比5 从这几个球可以看出 现在叶昭颖是越打越有信心 而且叶昭颖呢 在每一个出球 我们看又是机会球 一个头顶的皮杀之后是斜线 打在王荣香的正守卫 对 可以看到叶昭颖 现在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 他是首先先稳住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位置 完了之后呢 再寻找这个机会 这两个球的机会都把握得非常好 好 这时候应该王荣香呢 要稍微的平定一下 稳定住自己的情绪 刚才是斜线是给叶昭颖的死角 这样是夺回发球权 这个球也是掉到这个线上 看到可以看出的确是叶昭颖的这个技术的非常的尖 这个球是直接打的个漂亮 半场的高球 直接一个再扑 打的是非常的果断 看到这个叶昭颖 在往前这个寻找到机会的时候呢 这个连续的两拍进攻呢 是非常的果断 直接把这个比分拉开 10比5 出界了 这样我们看是在第一局的比赛 叶昭颖是以11比5是先拿下了第一局 好 各位观众稍后请您再次回到我们的比赛现场 ESPN体电视网实况在新加坡市内体育馆现场为您转播的1998年科尼卡飞的决赛 在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之战 中国选手叶昭颖对印尼的选手王连香 在第一局呢可以说是打的是精彩分成 结果是叶昭颖先拿下了第一局 双方现在是进入第二局的较量 交换场地 从第一局的比赛来看的叶昭颖是在 一开始不在这个习惯风向的情况下呢 是打的有些这个自己主动失误 不过呢后来他稳住了这个正脚之后呢 这个 等待或者是抓到这个时机的给这个王连香 的确有非常大的这个威胁 是以四五比一先下第一层 但是在几次比赛当中 王连香在对中国选手张宁也是在先失一局 情况下是将比分追上 而且是最后获得了胜利 而王连香在对卡米拉的比赛当中呢 也可以说是表现不俗 也是在先失一局 三比十一的情况下以十一比六十一比二 是二比一是夺得了胜利 所以王连香都是先输后赢 应该说这位选手后劲十足 对 好球看到叶兆颖现在是 以二比零领先 这两个球的得分呢 都是王连香自己的失误 这个球是压的底线是压的稍微大了一些 因为现在叶兆颖是处在这个顺风的位置 哦这直接扑往前一个点杀之后呢 是因此在对方的界内 叶兆颖 在今天的新加坡室内体育馆呢 是这场比赛呢 我们可以看到场外的球迷呢 叶兆颖的球迷是非常多 除了有中国来自新加坡 在到新加坡工作学习的人之外呢 还有很多新加坡的球迷呢 在为叶兆颖加油 所以说叶兆颖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的比赛呢 应该说是有很多人在为他助威 对 这个球太可惜了 这是一个头顶的直线 对这个球是叶兆颖在整个的自己位置 还没完全站稳的情况下 想拿一个这个强攻 如果球没有压下来直接出了底线 好球 看到叶兆颖这个球的机会把握的非常的漂亮 像一个直线的这个正手去扣杀 对像这种直线球 当然有的时候好像这个威胁比较大 但是一旦命中的话 应该说是非常好 对 刚才王天湘也是欢迎颜色在接发球的时候 一个假动作 接着一个完全扑球 可以这么讲 王天湘也是这种机会球把握的也是非常难 哎呀连续的这是给这个批杀这个斜线的时候 我们看球的力量是稍微大的些 好像在顺风的位置 现在叶兆颖几个球处理的都不够得当 对 在顺风的时候呢 最主要的就是 怎么样的能够把这个球的控制的好一些 因为顺风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高球难打 挑球难打 所以说叶兆颖现在是处在顺风的位置 就是要一旦进攻 高球是要稍微的小心 我们看刚才王天湘这个发球呢 也是认为他是在发球那边的侧风呢 是比较大 所以他的力量用的很大 这个就出界了 看来这个在第二级的过程中呢 现在叶兆颖还是不要超之过急 先稳住正脚 有的时候这种超之过急的 因为王天湘呢 他整个球的这个防守能力很强 如果你超之过急攻不下 反而一个是自己这个浪费体力 第二个也会使自己这个越打越着急 我们看这是自己不应该有的失误 叶兆颖连续的是落网 再一次是同样的位置都是没有过往 看来是叶兆颖呢 应该是稍微控制一下 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放短球的这个技术 对 现在对叶兆颖来讲的是连续的这个失误 可以这么讲要稍微稳定一下 现在王天湘又似乎 这个打自己这个两个 把这个球呢 完全是挑到这个叶兆颖的两个底线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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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王燃湘我们都不要忘记 他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老将 而且他在比赛中经常可以说在关键时刻是扭转乾坤 刚才又是王连枪这球 是力量稍微大了一些 双方是战成4比4平 好球 对了 看来叶兆颖在 连续的失误几个之后呢 是稍微的镇定了一些 这两个球是进攻 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节奏 而且这种无谓的失误 不能够太多 我们看这个球给的是非常好 再轻轻的一点小斜线 这个球是叶兆颖再拿下一分 这个球是没有过 对他可惜 对 所以有的时候比赛中呢 这个球员赛出手的时候呢 也是要特别的慎重 王连枪现在是完全的是 采用这个拉两个底线的办法 就是等待这个叶兆颖 这个自己的失误 这是直线了 叶兆颖应该说还是要稳定一下 自己有的时候太着急了 对在这种的情况下呢 就是王连枪的战术差 非常的明确 就是我不能打死你 我当时呢 我就等你的失误来得分 而且现在他是处在这个 立风的这个位置在 自己是不容易出界 不过看看叶兆颖能不能有办法 能够摆脱这种情况 王连枪在拿下一分之后呢 是现在战成5比5 现在是换发球 漂亮看到这个叶兆颖 现在是利用这个往前球的变化呢 使这个王连枪的位置 有一些这个混乱 所以说叶兆颖呢 他对于王连枪的比赛呢 他之所以最近呢 是几次比赛都能够获胜 主要是心理素质是战略上风 对 看来是从这个开局到现在来讲 虽然是这个叶兆颖也是有些问题 不过可以看出 他在对付王连枪这种 这个权力的防守的情况下 还是有一些这个办法来扭转 好 直接给底线机会球 但是我们看叶兆颖这段还是打得非常有耐心 不愧是老将王连枪在打僵持球方面 应该说现在还是技术相当稳定 对 对 王连枪来讲呢 他是最喜欢的就是这种跟你拉多拍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这个体能是非常的好 所以有的时候是老将呢 实际上状况并不是老 而且技术上是非常稳定 体力呢 现在王连枪应该说还是不错 好 现在王连枪是反而在第二局呢 是超出一分 又是有一些 而且这个球是封的是相当的漂亮 除过是可惜出了这个边线 看来叶兆颖在 这两个球的来回的过程中呢 还是要求稍微高了一点 看看他能不能 及时的控制住自己的这个情绪 好 这个球已经是力量太大 加油 好一个斜线 王连枪我们看起拍也是非常果断 对 看到王连枪在这个 关键的时候是也是 是守住这个叶兆颖的进攻 这个等待这个叶兆颖这个出现错误 这样的时候都出现失误 看来 这个叶兆颖在几拍里好像有点手软 对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呢 叶兆颖是 每几次的这个不成功的突破原因就是在打不死 他的时候呢是不能够跟这个持续的这个保持这个稳定 就是说一旦打不死他自己的对自己的要求是越来越高 希望这个球打得更尖 甚至是希望这个球每个球能够打进打滚网 这样子的话呢就是 无形中的这种失误呢一定会增加 现在已经到了局胜分 你看 我们看叶兆颖这一段这种球呢都不敢杀之后呢 反而是处于被动 不借了 我看反而现在叶兆颖是采取主动进攻的姿态 对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呢 王连湘这位老经验的听员 这个老经验老道的这个球员 他是先主动发起进攻 对 王连湘在主动进攻方面呢 这一段是拼的还是非常凶 但是叶兆颖呢是防守呢 应该说是要稳定一些 要出界 这样在第二局 我们看是 场上呢是王连湘呢是扳回一城 11比6 这样双方在前两局战成了1比1 接下来是决胜局的较量 好 现在决胜局开始 首先发球的是王连湘 现在叶兆颖好像放短球的这个 最近失误 这从第二局开始就失误比较多 对 王连湘在护法方面是 的确是非常灵活 好球就是叶兰颖是夺回了发球权 对 从这个第三局一开局的情况来看呢 王连湘师傅在这个整个的节奏呢是稍微比较快一些 这个球是江江的出界 这样王连湘是又夺回了发球权 刚才是放一个底线球的时候这个力量稍微大了一些 一遥一遥一遥 这个球看到王连湘的这个反手 跌到一个批杀 王连湘是直接把球抽出了底线 在这一个球双方已经是几度交换了发球权 王连湘刚才又是一个斜线将球是杀在对方界内 好 我们看这一段叶兆颖呢也是打得非常聪明 他是几次判断都很准确 这样王连湘呢都将球击出了底线 这就是来看双方在一开局的事就已经咬得非常的紧 现在是轮番的发球都没有能够得分 哇 这球太精彩了 我们看叶兆颖终于是打出了一次漂亮的短球 对 这个球叶兆颖是接的一个接杀球是高难度的 不过呢在接往前球的时候呢又是一个有些运气 是跟网而过 看来王连湘这个球 这些发球是直接失误有一些超之过急 对 如果王连湘要是连续的进攻反而对他来说呢并不是好的这个打法 对 哎呀 这个球太可惜了将将出界一点点 好球 看到这个叶兆颖在这一个来回中呢是宿主的打法 就是这个守住的王连香的进攻 王连香反而现在是 反而觉得这个进攻的节奏加快了 不知道可能是因为风向的关系 他比较主动的 比较多的主动是下压 好球 速度非常快 王连香刚才是一个追身球 直接是命中 好球 看到叶赵颖在这个球的回球中呢 是突然的一个加速的扣上 王连香以为对方是要拉着两个底线 没有想到叶赵颖这个是 这个突击 几次我们看叶赵颖在这个突击直线的时候 威胁还是非常大 对 直线球但是有的时候容易失误 但是为什么球员在关键时刻 还是敢于打这个直线球 因为球员在 因为直线球是因为球来得快 而且会直接会造成对方的这种防御不急 所以说很多在突击的时候呢 直线会比较有力一些 而且呢自己处在这个直线的位置上 如果突击不成功 再救起那个另外的一个球 也是相对来比较容易一些 哎呀这个球是没有过往 在单打的比赛呢前五分的争夺呢应该说是非常的关键 如果前五分要是占据主动的话 那对整局的比赛呢都会非常有力 看来是王连湘在这一段呢也是 是并不像是刚才第二局的那种进行是稳扎稳打给叶兆英这个进攻 还是主动的进攻在先 不知道 不过这种效果会不会好了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好 放短铺啊一个勾一个小鞋线之后 但是我们看王连湘也是步伐非常快 两个人啊大斗往前球 判断上有点失误 哇 这些球 太运气了 对 跟你讲 叶兆英这个是判断这个对方的这个球可能是出了边线 不过在最后的那一场呢 他觉得是应该是好球 随着他及时的打了一下 不过这个球运气的运气是滚滑而过 看来今天幸运之神可能是站在叶兆英这边 好球 对 又是一个扑往前的反拍打追身 叶兆英现在是连续拿下两分 好 王连湘刚才这球也是力量稍微大的些 他应该记住在那边是顺风 对 所以稍微要手上的劲呢要轻一些 好球 像刚才这球王连湘可能也是觉得判断上有些失误 对 他这个在顺风的时候呢 王连湘是跟他的打发呢是有一些这个改变 很明显的看到他第三局他因为在顺风 他也怕这个拉底线呢 所有的出现失误 所以说他跟他的打发是比较大的这个距离 就是他进攻的这个次数呢是比较增加 不过可以看都看出来这个王连湘的进攻呢 他的这种战术的并没有取到非常好的效果 反而的是给这个叶昭影在还手的过程中找到很好的这种反击的机会 现在是看到第三局交换场地之后呢是怎么样一种情形 这叶昭影是六比一率先是交换了场地 决胜局 好 好再拿下一分叶昭影 形势是相当有力 王连湘现在判断上是失误太多 手腕的这个力量觉得是用的大 但是他马上适应的希望换一下球 对 王连湘现在发现这个情形对他非常的不利 他现在似乎会改变一下他的战术 是不是要拉两个底线 两次底线球出现失误可能对王连湘的信心呢有一定的打击 对 他现在觉得是心理上的压力是比较大一些 不知道是该怎么样来应付叶昭影的球 我们看叶昭影现在反而是敢于压底线 虽然是在顺风的一边 而且从第二局的这个不利的状态中已经是调整过来 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 叶昭影自己是有些犹豫 对 这个球他是有些犹豫 因为侧风的关系 所以说他还是没有能够果断地把这个球换掉 我对他来讲一比九 看看王连湘怎么样扭转这个局面 力量还是大 王连湘啊 这几次的是压底线 放底线的球 结果都出了界了 好 勾一个对角 再挑后场 球是出界了 力量稍微大的 对 看到王连湘这位球员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在这种落后的情况下的还是处理的非常的稳定 哇 这个球失误是不应该啊 对 不过呢 是没有想到王连湘在第三局的比赛的这个过程中的这种 失误打得比较急凿一些 这个自己心理不在稳定 攻的多 把自己的失误大大增加 对 进攻其实对于王连湘来说现在是应该尽量减少 还是要打僵尸球 好 机会 但是我们看叶泽颖还是稳稳地将球再压到后场 压底线 哇 这个球掉得是非常的好啊 球是擦着网是落下 叶泽颖刚才一个小小的判断上的失误 结果是9比1 1比9是来回打了好几个回合 对于老将王连湘来说 虽然比分差是7分之差 但是他仍然会有机会 好球 叶泽颖现在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似乎他是要想这个战术改变一下 加强一些进攻的节奏 过往前 哎呀 准备勾一个斜线 结果这个球没有过往 看来叶泽颖是 现在的这种心情还是沉得住气 已经到了最后的决胜分 叶泽颖 调起 压后场 轻掉 再戳一个短球没有过往 场上现在可以说是已经是 到了最高潮 而且我们看 球迷呢也是屏住了呼吸 对 现在是看看 叶泽颖在关键时候怎么处理 非常漂亮判断那个 这个王连湘的反拍 区的这个底线一定是打往前 所以说及时的上往一个铺球 现在是 把球权在手 看看叶泽颖这个球怎么处理 在这个位置的叶泽颖还是特别的小心 因为侧风还是比较厉害 压底线 放短 漂亮 看到叶泽颖是守住的这个王连湘的这个 攻势 在最后的关键的那下一个正手区的这个假动作调球之线 结束了这场精彩的这个女章的争夺赛 看来叶泽颖在赛前呢 对我所说 他说这场比赛 他认为是老将 这个能够有机会获胜 看来他自己呢 实际上是有保留的这个实力 对 应该可以看到 他的确是从最近的比赛来看 叶泽颖对这个王连湘的这个球呢 现在有所认识 王远 王远